眼前的小哥斥资500美元巨款满下了一台1960年哈士奇 此哈士奇非比哈士奇 它的全程叫做布罗克威哈士奇 之所以以此命名就是因为当年这台车出厂时 便将哈士奇图腾作为车标 如此标心利益的汽车以500美元被出售 看似有点可惜实际上满满都是套路 在车主的指引下 小哥在一处农庄附近的荒地上 终于找到了这位老哥的身影 周围环境已然与车辆融为一体 仿佛是生化危机四游戏的取景地 前任车主在出手前 就已经提前告诉他这台车目前无法启动 理论上也很难完成修复 对于前一句提醒 只要双目未瞎都能得出这样的结果 至于车主断定这台车辆无法被成功修复 小哥则是表示不服 毕竟俗话说搏一搏单车便魔头 投资500美刀如果能够启动车辆 价格绝对可以实现翻倍增长 不过在针对这台车辆实施维修工作之前 首先要做的事情必须要将这台布罗克威哈士奇 转移到适当的地区 在一台挖掘机的帮助下 这台荒废多年的老车开始了缓慢移动 好在全车采用了铝合金构造 最大程度上减少了车辆的自重 在荒草之中小哥意外发现了车辆的牌照 显示这台车最后一次 年减发生在1977年 迄今为止已经过去了将近50年的时间 目前这台车理论上依旧可以获得合法上路的资本 前提是它需要确保车辆可以安全行驶 毕竟在很多西方国家对于车辆的报废标准极其宽松 只要车辆归属没有争议 且具备安全驾驶的条件就可以无限期上路行驶 随着镜头的转动我们无比惊喜发现 车头位置的哈士奇力标 赫然呈现在诸位的眼前 在初步检查过程中可以发现 车辆本身整体看似完好 然而底盘位置存在严重的生锈 打开车门后可以看到 方向盘保持了相对完整的状态 所谓的内饰已经无从弹起 依稀可以推测出 这台老车曾经拥有过无比高大上的收音机 对于这样一台老车而言 所有的故障都集中在了发动机一侧 只要能够让发动机重新启动 其他的问题就都不算问题 在打开引擎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 布罗克维哈士奇采用了侧开式引擎盖 与目前主流车型通用的前翻式引擎盖 有着明显不同 由于年久是修引擎盖的开启也显得极其艰难 随着引擎盖被打开 乍一眼看到这台发动机的成色 还是可以感受到极大的惊喜 历经50年风雨依旧有如此风貌 似乎完成修复也并非是不可能 殊不知对于这台车的真实车跑 只有前任车主最为熟悉 只要是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输油管路已经完全老化断裂 冷却系统也彻底报废 对于这台车而言 冷却系统反倒是成为了细节 小哥利用机油卡齿测量 发现内部依旧残留一定数量的机油 之所以使用残留一词 就是因为机油的气味已经完全变质 剩余的机油理论上属于是油水混合物 为了测试发动机是否具备修复的可能性 他当即选择尝试用外力介入的方式 对发动机进行转动 结果显示小哥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不愿就此放弃的他 选择先从发动机顶部的过滤器入手 拧开过滤器阀门 想要查看过滤器内部的生态环境 打开之后发现内部的状态一言难解 就连滤芯也呈现出了碎裂的态势 表面上发动机被引擎盖保护得十分到位 实际上在数十年的风吹日晒中 雨水难免会渗透进入发动机表面 导致发动机某些部件严重嗅食 从而彻底失去了效率 整个滤杯已经彻底碎裂 只要轻轻触碰就会四分五裂 如今这个状态 只能是拆开气门试盖查看发动机内部的情况 随着钢盖缓缓打开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一幕 整个钢体内部已经完全生锈 如果没有五十年的修炼 绝对无法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造成这一症状的原因非常简单 整台发动机曾经大量进水 同时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腐蚀 最终才能呈现出这般效果 面对此情此景 他依旧是不愿选择放弃 掏出了自己的链条扳手 是以至此他唯一的目标 就是要利用大力出奇迹的方式 对发动机滚轮进行强制推动 他的内心始终抱有侥幸心灵 正当观众认为小哥 要为理想发起最后的冲击之际 又一次出现的时候 周围的荒草都已经长得很高 时间更是过去了九个月之久 他终于又有时间开始 对这台布罗克维哈士奇 发起全面的总工 对于一台已经闲置了五十年的僵尸车 再闲置一年半载 其实也完全无所谓 他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是强行打开了第二个气门式钢盖 相比此前拆开的第一套钢盖 生锈情况只能说是略有缓解 小哥最开始认为第一个气门式钢盖 是因为本身外部渗水导致不会影响其他钢盖 现如今的种种迹象都在表明气门式钢盖内部的生锈 根本不是气门式密封问题 而是由于整个发动机泡水 也难怪前任车主会对小哥 能够修复这台布罗克维哈士奇 如此缺乏信心 当时的情况极有可能是发动机机油掺水 导致整个发动机暴飞 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后 他拧开了机油排水口 随着大量清水流出 事实也证明之前的猜测完全正确 由于机油与清水完全无法融合 因此在排出机油的过程中 先是大量清水紧接着便是大量乳化的黑色机油 换句话说就算这台车 不闲置如此漫长的时间 在当年就净率维修也很难重新启动 尽管作为观众的我们也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小哥不知是在何种信念的支撑下 就是要试图将车辆翻新 而且为了撬动杠杆甚至调动了重型机械 用一台铲车来转动发动机的突轮轴 如此硬核的操作 放眼整个气修圈恐怕也很难遇到 最终在小哥的努力之下 发动机突轮轴不仅实现了轻微的转动 而且还被拆卸了下来 透过镜头可以发现天生要强的小伙 已经成功拆下了喷油器 根据计划拆除喷油器之后 是为了利用内窥镜观察钢体内部的情况 确定发动机钢体内部是否也出现了严重的生锈 从车辆的整体状况分析 这台车当初有很大的可能 已经完成了针对发动机的更换 原因也十分简单 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布罗克维哈世纪 理论上应该搭载柴油发动机 但是现如今搭载的却是汽油发动机 据江湖传闻当年布罗克维哈世纪 曾经被另外一家车企收购 极有可能是在当时 加装了一台6缸汽油发动机 其实小哥的这项操作基本属于多余 钢体内部的生锈问题 甚至比想象中更加严重 经过如此漫长的努力 最终凭借实力得出结论 这台布罗克维哈世纪已经不具备修复价值 由此可见它花费了500美元 确实是购买了一堆真正的废铁 在小编看来 这台车最大的价值或许就是车头的哈世纪力标 正当我们以为它会将这台布罗克维哈世纪送到报废场 按照废铁重量的残值回血之际 他却表示自己的一位挚爱亲朋已经看中了这台车 决心以800美元的价格从小哥手中接手 他同样认为一台结构完整的老式卡车拥有极高的价值 能够修复固然是皆大欢喜 如果无法修复也可以通过对外观内饰的整理 使其成为一间农场或者庭院的大型装饰板件 以如此低廉的价格购买到一件如此高性价格的收藏品 对于小哥的好友而言属于事物有所知 总而言之他最终没有因此亏换 除了时间成本之外还略有小赚 在此也恭喜小哥成功脱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